都说中式恐怖才是真正的恐怖 正史业史诗歌典籍民间传说 都展现了中华历史最诡异独特的一面 直到现在 各种内人毛骨悚然的事件 依然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的上演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听说过《笔仙游戏》 这也是恐怖作品里的常见题材 但今天我们要说的 是发生在一所职业技术学院里的真实事件 话说这天的晚上 有三名同学在寝室楼的天台上召唤笔仙 吸引了不少同学前去围观 只见桌子上摆着一张纸 纸上写满了数字和符号 那三个人则手指交叉 握着一支笔 同时念起了口诀 笔仙笔仙 你是我的前世 我是你的今生 如果要与我续缘 请在纸上画图 然而念完之后 笔并没有动 见状看热闹的人顿时议论纷纷 有人觉得笔仙根本不存在 相信的人不过是烂篇看多了 也有人不这么认为 说自己的朋友就请到过 这时那三人中的一个不死心 又问了一遍 这回笔竟然真的动了 并在纸上画了一个不规则的缘 就这一下 围观的同学瞬间紧张了起来 紧接着那三人中有人问了一个问题 笔仙笔仙 今天是几号 话音刚落笔就动了 准确的指向了当天的日期 见状三人互忘了一眼 应该是确认是不是有人在开玩笑 但看表情都不像 于是又有一个人问了自己的年龄 笔仙笔仙 我几岁 很快他也得到了正确答案 这时不光那三人很紧张 旁边围观的人也跟着紧张了起来 突然有人看向天台边上的一扇玻璃窗 惊呼了起来 只见窗户上除了有那三个人的倒影 竟然还映出了第四个影子 看上去就像是一团黑烟 但比烟还要更黑一些 很快三人中的其中一个 似乎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往后撤了一下 将手抽了回去不敢再玩下去了 这时另外两人显得非常的害怕 得把笔仙送走才行啊 如果真请来的笔仙却不送走的话 会有很可怕的后果 没想到离开的那个人 没走几步就剧烈的呕了起来 于是赶紧奔向了厕所 开始哇哇的打吐 而他吐出来的东西黑乎乎的 又酸又臭 超级的恶心 真当围观的人都趴在厕所门口看的时候 突然听到天台那边 传来砰的一声巨响 像是有什么东西从楼上掉了下去 等他们走到护栏边往下一看 发现刚才玩笔仙的两个人 竟然从楼上跳了下去 全身血肉模糊 看样子是不可能活着了 而就在大家都关注楼下的时候 人群里突然有人尖叫了起来 笔仙杀人了 笔仙杀人了 然后像疯了一般跑开了 并且还不止这一个 而那晚有两个跳楼的 还有两个被下疯的 是不是听起来很刺激 不过这只是网上的传闻 实际的情况是 当时玩笔仙的三个人 有两个第二天早上起来 眼圈发黑 一人几天都无精打采的 另一个呕吐的 则是请了几天的病假 至少校方是这样对外宣称的 其实呢 笔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现代游戏 而是我国最成就的巫术之一 伏击的变种或简化版 伏击又称伏击 是指伏着烧鸡的意思 它作为一种古老的寝神仪式 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据说源于南北朝时期 南方人的子孤神的信仰 在伏击时 需准备带有细砂的木盘 并将鸡笔插在一个烧鸡上 然后由鸡人拿着鸡笔 不停地在砂盘上移动 口中念念有词 说某某某神灵 富将在身 而所写的文字 由旁边的人记录下来 作为神的启示 或与人畅和 或是人吉凶 或与人处方 净土便是通过这种方式 与神灵沟通 以了解神灵的意思 实际上现代的科学认为 这种所谓的笔在移动 只是手臂乘时间紧绷 引起的肌肉痙磷所导致的 至于神灵 为什么能根据提问来回答问题 其实也是一种心理作用 在人们问出自己的问题时 心里就会有一个预期的答案 不知不觉间 就会通过笔表达出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小伙伴们 有没有玩过笔仙游戏呢 认为这是心理暗示 还是超自然力量呢